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改剧本改得太晚 今天早上不小心睡着了 边沈呢 走了 走了 你怎么没帮我拖住他们呀 我帮你拖住他们 你好 为什么出现什么事情 你都让别人帮你解决 然后自己侥幸过关 不是 对不起 我真的是昨天一回去我就改剧本了 但是后来齐飞他喝醉了 他又让我去接他 我去把他接 不要再找借口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 对吧 脱稿知道都是别人的错 我不是在推卸责任 我觉得我真的是挺努力的 真的 我这两个月我一天都没有休息 我每天都在写 所以呢 需要把你每天坐在办公桌前 八个小时都作为助脚写在剧本上吗 还是要架台机器 在你的电脑旁边 拍下来每天你多辛苦 然后解针花絮 放在每一集的最后面 告诉大家 我们的编辑写剧本太辛苦了 写的脖子都歪掉了 如果你还相信 结果不重要 只有过程才重要 这种火变又要远小朋友的话 那你不配做一个成年人 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又烦又累 辛苦了又白费 百忙之中走到沙滩上 是去看完美城堡的 不是来看你玩沙子的 对不起啊 乔安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那么强的 这场比赛你赢了 那么就注定 有比较弱的人他会输掉 所以呢 承认自己弱是吧 如果你承认自己弱 那就回到你的幼儿园 躺在踏掉的沙子上 继续哭泣 就这么躺下去 绰绰底底地放弃 放弃这件事情你总会吧 又轻松又容易 你也很擅长 别让眼泪掉下 脖子扭了 就把头抬起来 别让眼泪掉下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